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感谢祢 这次带领我们平安来到马来西亚 和新生命的大兄姊妹 我们一同来见拜祢 赞美祢 在以下时间当中 我们完全交在祢的手中 求祢光照我们 祢的补血来结正 赐免我们所有的罪 都求祢赐下宝贵的灵 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 将我们渴望祢宝贵的华语 能够达到我们 成为我们的生命燃粮活水 我们的恭敬救在祢的手中 同心向祢献上祈祷 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圣明 Amen 好感谢主这一次 又能够来到马来西亚 其实港府堂我应该是第二次分享的 以前是一间饭店那里 以前听过我分享的 麻烦你举手 让我知道有哪些 感谢主好请放下 可喜来到很多新人 有些事情不怕再说 因为我怕你听过 阿雍你又说回那件事 其实我和新生命 是差不多三十年的关系 就是九五年的时候 我说幽黎了牧师 你们新生命有没有幽黎了牧师 幽黎了牧师 以及阿坤 廖牧师 那时候他们三位 第一次来中国宣教 来到广州 他们不认识人 不认识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只安排我意识到他们 所以我便带他们去梅演客家中心去服侍 那次服侍是有赶鬼,有救了我的阿伯 所以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从此以后就与新生命有很多来往 以前你们来中国Mission 很多都是跟我联系的,是广东、湖南 然后士温长老他们那一班 从上海到浙江我都带着他们走 所以人生会过得很快,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英明,都是马里西亚的 因为那时候是二十多岁的儿子 那一次2008年和阿王和Joseph 我们三个和一班以前看来很小的 那时候去聚会员去宵夜的时候 这一班俊男说到读大学,拍拖,找工作 阿王和Joseph我们三个磨声出了 因为阿王和Joseph当时还是单身 所以后来Joseph和阿王都说 希望你们早点结婚的梦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所以2015年阿王结婚,我一家都过来的 我老婆和女儿在高一PJ那边 很开心看到她结婚 最重要是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这位是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的 我这一次和全班很多人说白话的 去土耳其行一转 即是行保罗的那些线 广东人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但是广东人唱到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今天虽然有梅燕来的 有小冠来的,来到中国来的 来到马来西亚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去天国方向走的 以前是不懂的 如果不是主,我们不会成为一家人 我以前都是不认识神的 我们在中国从小都是磨神论教育 从读书,报纸,电台那些 全部都是说没有神的 要相信科学 要相信科学 凡是信神,信鬼 那些全部都能归到迷信那里 所以我很感谢神 这一次是香港二道的巴识会的 崇真会的一个总干事 他对客家的福音全部很有研究 所以从耶稣天上降下来 到成肉身,在耶路撒冷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福活,先天,圣灵降临,福音开始传 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 到撒玛利亚到地级 所以这一次来看到 新生命救会 这一次我第一次来到 这两位是第一次来的 所以他们会很感动 就是说在一个马来半岛 都有一班人信主和很优秀的人 愿意将自己奉献给耶稣 这个完全是神奇妙的作为 如果不是主这样真实 那是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刚才说 我们从世受的教育就是无神的 那我家旁边 1983年的教堂重新开门 你们都知道 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 如果那些教堂是山西门 那些教堂是山西门 所以1983年开门 我那时候是中学生 那他走去看 说进去都是Auntie Uncle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长子来的 就觉得那些地方是 老年人找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 有些去教堂 有些去庄香 我后生 什麽都要靠自己 那八三年八五年 就有一個香港人 他就帶了三本聖經回大陸 就送了一本給我家 我就開始來看聖經 我就是當他故事這樣看 當他故事都看不進 因為一開始 就是一句話 一句話 起初 神創造天地 我在旁邊寫著一句話 你是一種猜測 最看耶穌的福音書 又是同女所生 又是可以水上行走 五餅二宜 死女復活 覺得好像看西遊記差不多 神神化化 因為 讀書就要科學 要可以驗證 不是超自然的事情 是不接受的 最看啟示錄 好像山海經 七頭十角 這些 所以我喜歡看書 我放在床頭上 聖經我放在床邊看 一看 又看不進去 都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所以那時候 是不相信這個世界 是有神的 其實神一直在安排我們人生 我們會在世上的時候 我們會在世上的時候 你今天能夠坐在這裏 都是主愛你 是呼召你這樣來的 所以九一年的時候 有一個同事 我有在看聖經 他就 看到我看聖經很開心 他說 你是不是信耶穌 我說我信馬克思 不信耶穌是信馬克思的 他介紹我去大馬站 林伯家 一個廣州很大的家庭教會 所以我開始去那裏聽 都是一個好奇 就看家庭教會和教堂有什麼不同 那晚是主日崇拜 他講的訊息也是廣州話講的 平時我們講課 聽的是華爾來的 所以我根本聽不明白他講什麼 但是我的心被神捉到了 我進去聽了兩個小時 我的心安靜了兩個小時 從來沒有試過這樣 那後來 我又要一個同學一起去聽 我想著我兩個和那個傳道人 到時結束了最問他 問他很多問題 神在哪裏 是否真的有天堂有地獄 當他說真的有天堂有地獄 我說不用再說了 你都沒有去過 所以那次邱牧師他們來梅演 第一筆來梅演 和我阿伯傳福 我阿伯那時差不多走了 七十多了 他說哪有天堂地獄 沒有神沒有鬼 他說他死過 他自殺過 他自殺過 吊頸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不相信吊頸 然後那個扇子斷了 他死了 他死了 一斷起那個扇子斷了 後來醒醒了 他說根本沒有天堂 沒有地獄 沒有神沒有鬼 他問我們死過 你們死過沒有 我想邱牧師到現在都沒有 後來很神奇 他差不多要斷氣了 神來找他 告訴他金蚊走 所以我很感恩 神親自來見他 我說你真是很大面 不是派過天使等著 所以這個是很神奇的 神是真實 神是真實 所以雖然當初是不相信 但是當我開始祈禱的時候 就感受得到 所以使主來祈禱 九一年我接受主 將主接在我心中 然後九二年三月份 最後一個星期日 那次真的經歷到神 在八雲身那裡祈禱的時候 我看到整個天空都是光的 整個都是光的 所以保羅是三天 我就在那裡一瞬間 被光照了 然後大日主就把我的罪 全部告訴我 你以前哪個時候 在什麼地方你做過什麼 我在那裡哭 在那裡哭 然後我們說過什麼 做過什麼 想過什麼 全部留下的 所以將你審判的時候 你不用A的了 一打開 全部都在那裡 在那裡 所以我們的罪 已經定了 你以前做過什麼 都不回去 除了有一個人幫你埋單 幫你封飛 不是你不能走的 以前我是不相信這些 但是經歷到主的時候 是很真實 然後過兩晚 主就在我夢中給我一句說 你不會死了 一陣子 金光從天上閃下來 在我身上穿過 神給我一句說 你不會死了 我當時馬上想到 兩樣我不怕了 窮和病 窮就怕沒有飯吃 病就怕病死 馬上就像家鎖一樣 脫下來了 我醒來 很開心 然後開燈 打開聖經來看 聖經慢慢看得明白 然後我當時 鼻炎很嚴重 已經在鼻嬰癌前少 用口呼吸 鼻歌沒用了 鼻涕血絲 以臉頭痛 已經穿勢 已經通腦了 我有個阿叔 是腫瘤專家 東南亞最厲害 廣州腫瘤 終身腫瘤 現現象 很多有錢大垃圾 都找他看 他說我聽過 你很嚴重 我當時想 我cancel了一條路 有去沒有飯 那時有點害怕 因為畢竟這麼年輕 所以 有一次你無法呼吸 我就跪下來祈禱 我不吐氣了 我摸了嘴 如果神要醫我 就醫我 不醫我我走 但是我不用出聲 神是知道的 祂當場意志我 那天被通了 很神奇 明天早上起床 又失去 我又是跪下來祈禱 神又是 醫治我 從那天到現在 什麼事都沒有 感謝主 所以神 使命我們的罪 醫治我們的病 我一個唐姐姐夫 我姐夫做了三十幾年警察 警察阿雪 他兩個就笑我 說 佣偉忠 你讀書讀多了 讀傻了 信神信鬼 我讀傻了 就是 去信 因為 一個正常的人 是不會去信那些的 不會去信 所以當時他想幫我 換一個好的單位 以前我教書 他看到我信耶穌 他都不幫了 而且他都在說 神真的會 會跌一堆錢給你嗎 神會給你吃嗎 大家說 神會不會給你吃 會 有幾個說會 我有一次 那時候做先生教書 要吃早餐的 那不是到十點 十一點我就 沒有力了 我有一次 買了麵包 準備帶去辦公室吃 一到辦公室才發現 忘記帶了 然後看看其他同事 那些沒有食物 我就祈禱了 那時候 初訊的時候 什麼事都來問主 我就問主 我說 我都不好意思求你 我說 我知道我一求你 你一定會給我的 我都沒有說什麼 他就說 李治珍老師那裏 有你的麵包 直接告訴我 是哪個老師的 好了 我上了一堂課 去辦公室看 沒事 他腿上空溶溶的 我沖了一杯茶 就要過去坐 半張椅子坐在他那裏 他當時是幫學生 Copy很多資料 然後收了錢 放入貴桶 然後拿出 他說 老公麵包你要不要 我說當然要 一路在這裏等 所以主要是讓我 一次一次和他 建立了關係之後 剛才說 四面我的罪 醫治我的病 又有飯給我吃 然後我開始去和人分享福音 分享福音 一講 就講了兩個同事信主 然後有一個是結婚三年都不能生的 信了住之後有了 所以他的兒子是1993年3月8日生的 因為3月8日在中國是父女節 我去醫院探訪他 他說很開心 三八節生了兒子 所以我怎麼都會記得 這個很神奇的事情 後來我見人就想講福音 見人就想講福音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講福音 這個和我家庭也有關係 因為我三歲幾的時候 看著我爸爸過世 他是不想死的 因為兒子 大兒子才三歲幾 我弟弟還在我媽媽肚裏 在六個月 所以我從小 我看到我爸爸走 然後他們以為我不記得 其實我記憶是幾個月的事 我都記得 所以如果你請我吃飯 我會記得 我爸爸送在火爐燒 他們以為我小孩知道什麼 我看著他送進去燒 然後那個火 其實不應該讓我看 但是讓我看到我的印象很深 所以我六七歲的時候 我知道 以後我也不會在這個世上 因為我沒有爸爸 沒有爸爸 而且人死了 怎麼都找不到他 在這個地球上找不到他 在中國 你剛才說的磨神論 因為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 有些人以為是去輪迴 有些人以為上天堂 有些人以為知道六陰巾 後來接觸很多有些通年的人 學實後很真實的存在 即是人走了不是沒有 有些真的去了天堂 有些下了陰巾 這是很真實的 不單是聖經上是這樣的記載 在我們現實生活當中 都是這樣的 前幾年 兩年前 我在梅演義 一個69歲的 他從小就看得到 從小就看得到 看得到靈界的 家人 有個雞被人偷了 我來問他 你幫我看看我的雞在哪裡 他說那就是哪個人的家 還在蒸 雞模還在哪裡 他走過去真的 打到偷雞人手斷了 所以後來他不出聲 他不出聲 有個人不相信有這些 那時候中國最大的 是50元人民幣 他說賭一張 叫他晚上戴著斗粒 披著棕毛座的衣 貓在身邊 他把死了的人 叫出來 嚇到他全身都汗 撿到他50元 所以很多真實的 這麽多年 所以從開始 我知道 信耶穌真是有榮神 我開始跟人說 我昨天跟美王的小組說 以前我真的很瘋狂 傳福音 因為我做老師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講登山補份 我講登山補份 後來不行 後來不行 所以九六年開始 你靠我的錢 說我去傳福音 當時靠三個大兄姊妹 靠我的錢 那兩個嚇驚了 不敢傳 我繼續傳 因為剛才說 我們來讀一節這個經文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犯得永生 這個經文大家都很熟 但是你讀了 是否真的相信 或者好像保羅說 我不依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教一切相信的人 剛才說 我開始說 我相信耶穌 都有人笑我 你讀傻了 你走火入魔 會笑 而且會不相信 覺得很搞笑 所以信了主之後 真是主說 你走 要入一個閘門 行閘路 和這條路很少人走 我是很信你的 我很信你考到大學 而且考到重點 然後我很信你拍拖 結婚 我24歲就結婚 就有房子了 在廣州 我太太是同學來的 所以那時候 一條路要做官 要賺錢 要出個留學 全部這些路都通 在舊 我以前的財經老師來的 在這個世上 是很信你的 很信你的 在信了主之後 解決了我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原來真是有上帝 而且你人生 你唯有跟神 有關係 你的人生才有 絕對的價值和意義 如果沒有神的話 你生命 你可以在世上找到很多 找到很多 做到很大的官 但好像傳道書說 虛空是虛空 虛空是虛空 一切都是虛空 我家裡的阿爺那一代 有兩個黃埔軍校 我阿爺有做生意 兩個老婆 生了六個兒子 三個女兒 或者四個兒子 我不記得 從人來說 是很旺 是虛空 我老婆又考到大學 又是北京做事 但你剛才說 這個社會一轉換的時候 一切都是虛 一切都是虛 這是我親身感受的 所以當我小時候 這些對我的名利是沒有了 但輪到我的時候又開始有了 所以如果行世界一路 是一路標誌上的 標誌上 但是人生真是一個曲線 你開始上上到差不多 頂龍 就會下來 身體會下來 你的朋友 什麼都會下來 所以這次來 其實這幾年 有一個很難過的一件事 就是視溫走了 因為我們跟她很熟 都是九幾年認識的 以前我們一家來 一般住在她家裡 一五年來 我的老婆女兒都住在她家裡 人生沒有想到會這麼快 所以我老婆這次不來 不知住在哪裡 視溫走了 因為以前跟她比較暗見 距離中國 所以我記得第一次來 去那個雲頂那裡 退社會 回來你們又說 Auntie Wong不見了 回到天假 這次CK又不見了 人是一對過去一對有來 一對有來一對有過去 所以我對人生這個生死 我很低感觸 偏偏神就讓我去感受這些 去感受這些 剛才說 我三歲多的時候 我爸爸離開 後來三年我兒子又回到天假 一、二年我的弟弟 我送他離開 幫他祝禮拜 一、二年我女兒來 參加完阿王的婚禮 回去又回到天假 所以我整家人在上面 很多人 天上很多數人 有一次我幫一個姊妹 五十幾歲 Cancel洗禮 洗完她很痛苦 在那裡哭 主要快點接我去 我跟她小小聲 我說姊妹到時見到主 幫我講些好話 她馬上笑開心 因為她很快可以去見主 所以信了主之後 真是讓我們覺悟了來世 覺悟了蒙了光照 上過天恩的滋味 覺悟了來世的權能 真是知道信耶穌有永生的 所以當時開始我傳福音 扣錢 96年給學校扣我錢 然後繼續傳 到98年又扣我錢 第一次扣我錢 當時順著我 打算報復那個校長 因為我有個老友 是行客四會的 我打算叫他過來 把校長的家裡的玻璃 給我拿一些石仔 把校長的玻璃給我 打算了他 後來96年 誰知道96年我去傳福音 這個行客道的老友 願意信耶穌 哈哈哈哈 他來過這裏 曾大傾 那個曾大傾 看來都很餓死的 那個樣子 他跟人講假 你不用講的 他說你自己敢 所以信了主 98年有抗我一次錢 我就當時想到耶穌為耶路撒冷號 他完全有能力 懲罰他們 或者 吩咐十二元天使 或者火降下來 是不是 很閒 但是他愛他們 為他們哭 好了 這次又算了 第三次 兩千年又扣我一次錢 那時候扣三個人 一個是老到做不做得事的扣錢 一個是練法輪功的扣錢 一個就是我 我想這次最後了 為什麼呢 耶穌頂十字架旁邊 就是兩個強盗 哈哈 最後一次扣錢 然後到兩千年二年 這次真的不是扣錢 來找我談 如果你要繼續傳福音 我們就不讓你教書 就是說去圖書館 去辦公室那裏寫 我說我不要你這份工作 我都要傳 所以我就走了 我又問了主的 不是隨便走的 哈哈哈哈 因為越來越有信心 而且知道主是我的神 他就答應我 他說留在學校祝福我 出來他又祝福我 所以二年年二年到現在 兩千年二十四 二十幾年了 你看我會不會沒有飯吃那種 哈哈 沒有飯吃 所以神是很愛我們的 剛才說從開始就知道 主有飯吃的 還有你服侍他 人生是不一樣的 所以雖然你信了主之後 會有很多爭戰 特別開始 剛才說我信了耶穌 我跟人說耶穌 那些人是不能接受的 不接受 特別是我的朋友 一起玩的那些 男人走在一起 就說兩樣的 一個就說玩錢 一個就說玩其他的 那 我又跟他說 有罪 要信耶穌 那慢慢很多朋友 就沒有來往了 那時候信主的人很少 都是老年人 或者弱勢群體 所以跟他們在一起 即是自己都 不是以前的我 我以前的眼睛是這樣看的 如果他不是一個本科畢業 我不會跟他玩的 即是眼往上看 所以信了主你 這個窄門窄路 就是將你放下下來 你一定要放下下來 才能走進這個門 走上這條路 有些人信了主 因為他有病來求醫治 他這樣 他沒有好 有一次有個五十幾歲 不是剛才那個洗禮 他以前不送香的 他來信了主之後 過了三個月 他說我不信了 我說為何不信 他說沒有好 他身體癌症沒有好 我說這樣 你到回去 即是信耶穌 說有永生去天堂 你到回去 連欺騙你的人都沒有 你明白嗎 即是壞壞那些 不會說你有永生去天堂 一定可以去到天局 你回去 連永生的盼都沒有 他說我兒子還讀大學 然後他掛著他兒子 我說你是否想看你兒子畢業 他說是 我是否想看你兒子結婚 他說是 我是否想看你的兒子結婚 他說是 我是否想看你的兒子結婚 我是否想看你的兒子結婚 他說是 我說你不用死了 怎麼看都看不小的 阿當都看到第八對就沒得看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來世上是走過過場的 從出生到走 兩三萬日的時間 所以到了一段年年 你就要好好地去找主 去找主 去親近神 去將祂的話語放在心中 我這次出來前 去醫院探訪了兩個大姓姊妹 都很熟悉的 有過很多年了 一下兩個得了癌症 他們都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因為有一個去年車禍 他開車 七十幾歲還開車 吃完午餐 一邊開車一邊睡覺 還追至四個老弟兄姊妹 他一撞車 車轉了七百二十度 掉下來 五個人都沒有什麼事 五個人都沒有什麼事 所以去年神已經保守了他一次 這一次他就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去面對 從開始你就要對神有信心 要祈禱、要讀聖經 要祈禱 雖然你的朋友、親戚 因為信和不信 會和你有點分開 但是你也要很堅定 你來先告我信耶穌 你一開始會面對很多挑戰 會面對很多挑戰 但是當你一旦歸到主在名下 主就會保護你 會看顧你 會聽你祈禱 所以要信耶穌 是要有信心 你要經歷主 你會要有信心 你要有信心 你會越多經歷到主 這個是進入一個良善循環 一個良善循環 所以我們在世上的時候 每天都要穩住主 每天早上起床 你就要第一時間來找祂 以到什麼事你求祂 以到什麼事你留意祂 留意到祂 你就會發現祂每一天 會向你顯現 正如祂因祂一樣 凡是聽祂說的 愛祂的 你就會經歷到神愛你 並且向你顯現 向你顯現 有時我覺得信了主之後 你知道有永生 好像上了highway一樣 但是上了highway 都會有些路要你選擇 你的目的地是天國 上了highway 不一定所有的路都會通往天國 有些你走錯了 你自己以為對 走錯的時候 你要清楚 有些人信了 像剛才說的 來求醫病的 來求好處的 這個是很危險的 你信了自己之後 你一定要放下自己 當然神愛你的 你不用怕的 他好像GPS一樣 一直會忍著你 你走錯了 他會告訴你 你走錯了 又幫你重新計算 要你掉頭 要走這條路 所以初信的時候 每一個人帶著不同的需求 來到教會 但是有一樣 你一定要認稱耶穌是主 對嗎 他所說的 不是你所說的 我們廣州有個姊妹 神很愛她 有一次她說 神很聽我說的 因為主經常都是 因為她比較辛苦 所以神是很愛惜她 所以有一次她說 神很聽我說的 其實說錯了 好像昨晚兩母女來 好似 然後不要說做媽媽的 好似你的女兒 這個是說錯了 說錯了的 所以我們信了主之後 你一定要將自己放下下來 不要說我想怎樣 我要怎樣 不是我作主 而是神作主 所以你在世上 都不要抱著我的屋 我的子孫 我的身體健康 這些全部會失去的 所以一定要操練 凡事謝恩 你遇到什麼事情 你都要感謝神 你就要感謝神 今天有個姊妹在廣州 面對一件事 就是可能被房東烹出去 她信主十年了 我是去年才認識她的 別人介紹她來找我 別人介紹她來找我 來找我 我就苦到她 她 之前我說 你對神 對你的愛 如果是年到一百 你打多少分 她說打十分 她覺得神很不公平 又沒有按照她要求的 工作 房屋 錢財 丈夫 沒有給她 所以當她的心 仍是自我為主的時候 她就進到那個路 很難走 很難走 但是她有信 她有信主 所以邀請她來吃飯 或者聚會 她經常不來 所以她將自己陷入一個困境的時候 這個時候唯有她放下自己 我叫她感恩 操練感恩 所以唯有感恩 你才會看到神是怎樣安排 我們每一件事 就會覺得很開心 很順利 很順利 這個是信了主之後一定要操練的 不要太過強調 我要怎樣 我想怎樣 好像主耶穌在黑西馬里園祈禱 按你的意思 不要按我的意思 所以我從開始信主就操練 凡事謝恩 凡事讚美 對不對 你一定要從信主 或者從現在開始 凡事感恩 凡事讚美神 所以當我這樣感恩讚美的時候 我信了95年 信了3年 我有個同事五十幾歲的老師 他問我 他說 你信耶穌 你得到最大好處是甚麼 我想一下 我說我沒有憂慮 他說不可能 他說不可能 我也不想跟他爭 沒有憂慮 我問問你 現在你心中有沒有掛淚 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世上 主講到 撒中的比喻一樣 撒中的比喻 你聽了福音 有些人是左耳聽 右耳就出了 沒用的 有些聽了他願意來信 甚至洗禮 二度逼不 二度橫難 他還會信 還會信 但是後來 要養家 要錢財 今生很多的思慮 自己的慾望 使得他見不出果子來 見不出果子來 所以現在我們要清楚內心各種憂慮 你要將你的憂慮勸給神 勸給神 我們前兩天去到儀保 住在一個民宿那裏 直到最後一天 那幾個姊妹才發現 還放置很多東西沒有用過 還放置很多東西沒有用過 我就跟他們說一個故事 說買船票的事 神意給了很多恩典給你 你竟然不懂得去支取 所以我記得PK那個孫子 以前很小的時候 罵他去購買 去購買 PK 林大賢 就說 沒有錢 他的孫子說 你去牆上鑑吧 你去牆上鑑 所以他看到他爺爺 牆上鑑一鑑就有錢下來 你說沒有錢 你去牆上鑑 所以我覺得他的孫子很搞笑 在牆上鑑 那我們哪裏鑑得出錢呢 運休牧師嗎 不是呀 你在家裡 跪下來 去那裏 去那裏 支取 不要靠你自己 一定不要靠你自己 所以爲什麽我這麽年輕 這麽順利那時 我來順主呢 所以 神的恩典給我有聰明智慧 這裏 在中國呢 大家都知道 大樹下面 好成良 大樹下面好成良 如果你搜到一個大樓 哇 定了 或者呢 你做生意找到一個大客戶 不用找其他 你只做這單樓已經 夠 夠勢了 是吧 那上大 他大到怎麽大 緊要到怎麽樣呢 嘩 不能說 剛才說 他說你無罪就無罪了 他要恩對誰 就恩對誰 他要憐憐誰 就憐憐誰 他說你無罪你就無罪 他說你要什麽 你要什麽 他給你 我洗禮之後呢 我求主什麽 我求主讓我不要有錢 我和我太太一起 洗禮信主 然後我們兩個祈禱 求主讓我們年輕不要有錢 為什麽沒有錢呢 為什麽沒有錢呢 沒有錢你就時時要穩住住 有錢你 我以前很驕傲 我以前 真是很驕傲 一個人 所以沒有錢你就要穩住 所以一路要穩住他 然後沒有錢 就會欠秘 一路去到購物店 每一個人都很貴 所以每一件事 開始依靠神時 你是最艱難時依靠神 神是可依靠的 以至你對神的信心就產生 所以厚艰难的环境 只是你依靠神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经历什么艰难的时候 只是神做工的时候 你很顺利觉得不需要神 所以为什么妇人要入天国 被骆驼穿过,瞻眼中难 因为她不用依靠神 所以我们的环境是主安排的 有些是我求的 有些是她安排给你 所以刚才说我的亲人离世 我对人的灵魂,好像我儿子 我准备生小孩了 神就跟我老婆说给一个儿子 因为中国不准说儿子或女儿 出来才知道 我老婆看圣经,看池海 起了很多名字 起了很多名字 有一次问一下,主就跟她说 起名叫启风 启示丰富 我的姊妹觉得,会不会简单一些 好像我们没有文化那样 启风 就问主这样的英文名,主导说 斯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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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个圣经,我当时都不记得 不知道那个斯蒂芬 是圣经的意思 所以完全是主安排 就是让我们去经历 当他走座之后,神赐给我们 他的独身外子 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夫啊,夫啊,为什么? 理智王 有三天的时间,他要落到阴间 在下面 所以我们人在世上要经历这些生离死别 你才会对生命有个好珍惜 好深的感受 现在有个姊妹,她的妈妈是疫苗 她是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生离死别 刚才曾经历黑道的 他信了主之后,又传了他父母 他每天他们来信主 他妈妈三、四年前的四岛妈妈 走了,他妈妈断了气之后 他第一时间不是叫他弟妹、叫奔仪馆的人 他是叫我过来 为他祈祷,看看会不会复活 因为几十年是他第一次经历最差的人走 祈祷真是没移动 不是勒撒撒撒 我又不是耶稣 这种意思是 都是走的,所以才说叫人来 叫他弟弟、妹妹那些过来 所以人在世上 你体会过这个生命的宝贵 你才会要去传福音 所以创世纪,神当初创造天地万物 被人的宝贵 就是生养众多 偏满地面 管理自地 那耶稣来说什么呢? 生育的耶稣来说什么呢? 第一句话 天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他复活了之后 第一句话说什么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向万民 传福音 万民 向他的作见证 奉父子圣灵里面 为他的仇势 将我所吩咐你们 来 救到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当他升天前 最后一句话 圣灵光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逼得着能力 从耶路撒冷到 犹太传地到 撒玛利亚到 地极作我的门徒 所以以前我是不喜欢出门的 我本身在梅艳出世 在广州读书 在广州做工 在广州生活 我不去玩的 我不喜欢看风景的 我最喜欢看人的 以前未信主前 就喜欢交朋友了 所以我当时 起码两三千个朋友 两三千个朋友 后来中国有webchat 我以为他是unlimited 的nameless 加到五千的时候 加不下 所以我很喜欢人 神就是让我 对人 对灵魂 是很有负担 所以后来信主之后 开始去湖南 第一次去湖南 湖南是广东的北边 以后你们来 我可以带你们去 那次 廖牧师 阿坤 他们来 陈牧师 他们来 当时来得人多 分成两队 一队去汕头 去梅艳 一队我带着去湖南 他们住了一晚 不传福音 冬至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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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哨关 哥 蔡姊妹 那里 因为那些地方是很冷的 湖南已经很近 广东 但如果你再去北方 去到新疆 去到清旭 去到南州 那些地方更冷 所以我看着陈牧师 他们有次去南州 一出八雲机场 已经开始着心了 已经开始着心了 所以当你为了服侍主 你要去很多地方 会面对很多挑战 气候 饮食 和中国会捉你 所以 因为你们有六象 所以不方便说太多 神就会猜到你 去到处去 那我这次去土耳其 他们都是very strict 很严的 好像你们和马来人 讲福音一样 但是这次去 我又带了一个土耳其人 接受主 所以 这次见到Michelle 她还记得很多年前 我 我讲过一个笑话 但是我们要很清楚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圣经 来吧 来吧 退回去吧 OK 我们人是很渺小的 每一个人 所以以前我在中国 我觉得如果我死了 不知道谁会在乎我 死了就像一条狗 没有多少人会在乎你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看这一句 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墨子不落在地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即是一粒墨子 如果你用来吃 真的没有多少 但是用来做种 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刚才说落在好田好地的 会结出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粒 所以你的人生 如果不给神使用 你走的时候 没有什么价值 哭是可能 你家人家都要你爱过的 才会哭 如果你不爱他 你爱他 你爱他 你朋友 没有所谓 但是我们的生命 在神体里 是很贵重的 所以主耶稣 他来世上 他复活 先天 先念江南 都是要我们去传福音 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别人 你就可以救到他 那条命 救到那个人的命 这三个姊妹 我说我这次第三个女儿 出来 因为是福音 女生的 那个蔡姊妹 是我二十年前 坐在我旁边的 他开始打电话 很不开心 我后来问他 怎样不开心 然后传福音给他 他愿意信 上一笔来 他husband一起过来 陈牧师帮他洗礼 后来一路传 所以我以前 九二年 我就回梅院去传福音 九四年开始有聚会 九五年 幽牧师他们来 然后有三十个 六十个 九十个信主 我当时想 我现在回天假 都可以了 因为我这条命 换了这一堆 我后来传了我的舅母 他是在乡村 他以前 看到灵界 他信了主 之后 只给他一个很长的念刀 而且那个和 全部熟了 他一刀割下去 已经一帝裙了 一刀割下去 已经一帝裙了 很开心 所以我的舅母 李贤的妈妈 传了二十多三年 伏任 到现在 一直在伏任 因为他看到 就是庄家熟了 但是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少 所以刚才你们看到 我曾经在美国那里 是请我去牧会的 我做了半年 我不做了 我回中国了 因为我在美国 半年 我才帝了二十六个人接受主 我一回到地陆 第一天就帝了七个信主 因为大陆很多人 很多人 刚才说 你这样一割 已经塌了 每日都很多汁 很多汁 所以一粒子 如果你不为主献上 你浮了 所以很多年前 那次分享 那时候我说 我轻轻松松 一个月 赚到一百万 你们信不信 我现在轻轻松松 一千万的收入 是折销 折销 那个折销 是从全副音号来的 你想一下耶稣 是不是一个人来 招了十二个门徒 一个团队 还有一个肥子 剩下十一个人 但是做到现在 全世界有多少人信耶稣 我百度了 两三十亿人信耶稣 所以 有一次我在广州 下了 聚会员 在晚一刻 刚刚 有一帮人 是带你笑的 刚刚 神会 有个人坐在我旁边 穿着西装 拿着皮箱 问我先生 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事业啊 我说没有啊 他是买那些家庭用品 他说他发展到二十二个国家 他们的事业发展到二十二个国家 我说这样啊 我现在做这个 两百多个国家 他说 这是什么来的 我说信耶稣啊 全副音啊 两百多个国家 他说这么低啊 他很有兴趣啊 他很有兴趣 这次我又和别人说 我现在一个月很轻松 入息是一千万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是一帮台湾人计出来的 是缅甸的 格邀子啊 这次这个姐妹是第一次来马来西亚 她的朋友每天问着她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啊 好怕她的腰被人割了 因为她信主不到一年了 和我们不是很熟的 就带着她来 我说带到山巴那里没有人 台湾人计了出来 在缅甸 人一副身体买到一千万 最贵是皮 皮值得二百五十万 两个腰很哲虑啊 所以那天我问他们 现在有个人没有了右手啊 想五十万银 收一个右手来换 有没有人想换 你举一下手啊 五十万银 没有啊 有些人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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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呢 一个穴 都值得一千万 这么一条命 值得多少钱啊 所以昨晚 美汪那个小组 我问旁边那个 帝兄 单身的 今天没有来啊 我说 给你一千万美金 要不要 当然要 但是条件呢 是天天这个时候 你要走 天天这个时候 你愿意不愿意啊 但是有些老人家 我不敢问他 我没有敢 我没有那么多钱 因为那个帝兄很年轻 我就会问他 他不愿意啊 他只得一千万美金 那全一个福音 是否救了一个人啊 全一个福音 是否救了一个人啊 值多少钱啊 不是一千万银结啊 一千万美金都不值 没有价的 人的生命是没有价的 所以主耶稣说 你赠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一条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刚才 陈牧师介绍我以前 是财经讲师 我经常计数的 经常计数的 我就以前计这条数 就是我在世上呢 大概是 两三万日的时间 这个时间用去做什么呢 会是热老热折浅 在中国呢 做老师、做医生 是会热老热折浅的 你老医生 很多人 老中医 很多人找的 老的教师 会很多人请的 补货那些 但是呢 最折浅的 其实我和你们说 就是全福人 有一次求主 给我看圣经投资的观念 主就让我想到 约适 七年封年 七年灾年 不仅仅赚了那些人的钱 收世人的地 还拿了那些人的 那些人做奴隶 就是拿了命啊 那刚才你看到 一粒墨子落在地里死了 你才结出起 许多纸粒来 这次土地有四十个 全道牧师 整班人 我就和他们说 我说 现在我有一份事业 你们看看要不要投资 一万美金起数 到时呢 就给分三十万 或者六十万 或者一百万美金 你 看看你要不要 他们没有反应过 有个说 我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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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参加 我说 那你也可以得一百万那个 刚才说 你会结出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我们看圣经看得很熟 但是你当你具体到 比如我 是头一万万 三十倍赚回来是多少啊 一万 你这些是算十千 是不是啊 是啊 我们华人 你们有没有算万的 有啊 变成三十万 六十万 一百万 有什么那么好赚啊 所以 在这时候 为什么要学我们的全福音呢 我们赚你 你根本不是用钱可以计算到的 而且呢 不要借在地上 全在天上 全在天上 我几年没有出国了 因为中国那些 我的钱放在一个热饼盒那里 你准备出门一打开 你准备出门一打开 生毛 发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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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 麻费 好处这次还用得 那个美金一张二十万 已经被重拾了 所以真的 我们在世上所存 是有限的 但是 永生 得救 是没有限的 所以你要想一下 你现在信了主了 你的husband 你的先生呢 你家人呢 你的子孙呢 你的朋友呢 你简单和他说福音 救了他的命 而且在天上呢 你说值不值钱呢 所以将来你去见神那时候 你拿什么去见主呢 所以好像 启示录的十四章讲到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最早主女死的 是有福了 圣灵说 因为他做工的果效 会陪着他 那你在世上 今天你还有条命 有气 行得 讲得的时候 你有没有为主 为其他人做过什么呢 将来去见主那时候 你拿什么去见呢 所以以前我传了一个 四十 两岁的单身 姊妹信主 Cancel 差不多了 我就说 你快点去传 因为他做生意的 我说你快点去传福音 他依然呢 传了三个信主 有次我们去呢 一下子就带了六个人 信主 结果很快就走了 但一路会传下去 这个福音 所以虽然时间不多 但是你还可以 去讲给人听 你没有想到 那个人会不会信 但是只要你讲一下 可能他信了 所以做开之后 你会继续去找人 去继续讲 真是希望这个教会 坐满世人 所以从开始 我刚才说 我以前不认识神的 都认识到主 到信主 经历到神 祂赦免我的罪 我求祂 什么事祂都会有回应给我 你自己可以亲身经历 圣经是这样写 我是这样信 我是这样信 活出来是一样的 过去这样 现在这样 永远 神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很感恩 有机会站在这里 和大家讲见证 马来西亚 差不多是我大义故乡 因为我来得最多的就是 来马来西亚 所以几年没有来 你这次第一亲 很熟悉的味道 那中国是否你的大义故乡 你们大家从那里来 所以你为马来西亚祈祷 为中国祈祷 都希望你 你从山边坐起 你亲人 隔离沦 你的朋友 你邀他来教会 开始一定会面对 刚才说你要入闸门 走闸路 他会笑你 拒绝你 无所谓 神会纪念你 你被人笑 在天上就有纪念 所以刚才说 当他们靠我钱 神就给我马太福音 人若因我如妈你们 逼破你们 你们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是天上的尝词 是大的 所以你去传福音 被人笑 被人骂 无所谓 神会纪念你的 刚才说 一个就一千万 阿妹妹 你还没想起来 我这么老 不想赚钱的了 所以最重要是救了人的命 都希望我们在座 要全部人都去到上面 一起在天国有份 所以刚才说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一站人 好 感谢绝音伞终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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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绝音伞终后来的